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台与EQS同平台的SUV 它不仅沿袭了奔驰EQ家族的外观设计风格 同时在车身尺寸方面 它也和EQS是保持高度一致的 同样拥有着5米1多的车长和3米2多的轴距 差异主要是在车身的高度方面 那如果我们把奔驰的EQS 比喻成是纯电动版本的奔驰S级的话 那么这台车就相当于是纯电动版本的奔驰GLS 但是它的尺寸级别和身为旗舰车型所展现出来的气势 我觉得在外表部分突出的并不是特别直观 因为它看上去并没有蔚来ES8那么显大 虽然在客观上来说 它的尺寸数据是要比ES8大上一小圈的 那这里面可能有它追求扁平化和圆润的造型设计的原因 那同时作为一台SUV 这台车的风阻系数也是控制在0.26 那接下来在车辆的足端 EQS SUV原厂标配就是21英寸的轮圈 同时采用了一些低风阻的设计 那与之相配搭的是库特E EGO F1系列的轮胎 看得出来它还是想保留一定的运动属性 在车内的前排部分 这台车和EQS是完全一样的 还是以MBUX超联屏作为内饰的核心 打造出一整套数字化的座舱设计 它的科技感和豪华感都很强 这种格调是奔驰所擅长的宝马和奥迪学不来 然后在车辆后排的乘坐和空间表现方面 之前我们在试驾奔驰EQS的时候 给大家介绍过 因为它底盘部分电池组的布局和车顶高度的限制 其实EQS的后排 无论是坐姿状态还是空间表现 都不太能令人满意 如果是以旗舰级别轿车的标准去衡量的话 它的表现是不够称值的 那么现在来到这台EQS SUV的后排 可以看到无论是我的坐姿状态 还是空间表现都回归到一个正常水平 甚至可以说表现良好 除了它后排座椅的内部填充偏硬 而且中间部分不太适合座人之外 我挑不出其他太多的毛病 而且因为这台车是有7座版本的车型选择 所以它的第二排座椅 是可以获得130毫米前后移动范围的调节 当然实际体验下来 这台车的第三排其实并没有脱离应急使用的范畴 我觉得把两个独立座椅放倒 获得一个宽大的储物空间才是它的常态 但至少从后排的乘坐舒适性到空间实用性的角度 这台EQS SUV相比于EQS都有着非常明显的提升 那这是它的车身尺寸和车身结构决定的 所以大家能够了解 为什么那么多的新势力品牌都会优先去做SUV 那在动力系统这一部分 EQS SUV的450动力版本是分为单电机后驱和双电机四驱两个版本 像今天我们试驾的四驱版本 它的双电机最大功率是265千瓦 差不多是360马力 峰值扭矩800牛米 那官方公布这台车的零百加速时间是6.2秒 那同时它的电池组最大容量是111.8千瓦时 在WLTP和CLTC工况下综合续航里程分别是600多公里和700多公里 那首先来说一说动力 可能有的观众一看到这台车的官方零百加速时间会本能的觉得 这台EQS SUV它不如蔚来的ES7 ES8快啊 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奔驰做不到 而是它并不屑于通过加速这一个单一的数据去宣扬自己的产品实力 那其实我们在试驾蔚来汽车的时候 通常也都是在使用它的零百加速时间在十几秒的动力模式 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晕车 那实际上这台EQS SUV它的动力表现是让我感觉很有信心的 无论是电动机擅长的低速的动力响应 还是中高车速状态下的再加速能力 它基本做到了让人随心所欲 而且电动机的出力线性程度让人感觉非常舒服 从油车到电车你完全不需要适应的过程 然后再来说一说操控 这台EQS SUV的方向盘转向手感很紧致 手感很沉稳 车头的指向性和整个车身随方向变化的动态反应 都让我觉得这是一台非常好开 驾驶起来很灵活的纯电动SUV 虽然它的车身尺寸是很大的 但是它驾驶起来真的没有一点开大车的感觉 然后它的后轮转向角度标配是4.5度 但是不要小看这4.5度 在转弯和掉头的时候还真的能够起到作用 有的时候看似很窄 但是一把方向还是能够转过来 但是刹车踏板的脚感我要说 虽然它的刹车踏板的回馈力度同样很沉稳 但是在初段电制动的阶段 制动力的释放明显是不够充足的 给我感觉就是我使劲踩了刹车 但是没有制动力 车辆的减速效果不够明显 这对于驾驶者来说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初段的制动力让人感觉信心不足 让我感觉不太舒服 那紧接着在底盘的行驶质感这一部分 这台EQS SUV的表现可以说是既扎实也够舒适 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的新势力品牌来说 像空气悬架自适应减震器早就已经成为标配了 但是从展现出来的最终的效果来说 没在做自奔驰 它在底盘调教方面还是拥有更丰富的经验 表现也更加老道 那首先这台车它在加速减速和高速过弯的过程当中 车身的抚养控制还有侧倾的控制都非常到位 首先是不会让你感觉到晕车 同时它的底盘表现又非常的紧绷 在经历颠簸震动的时候 既能够让大大小小的震动做到轻柔化解 同时又能够让你感觉整个车身的底盘非常整 不松散 没有多余的小动作 更不会有那种忽忽悠悠的感觉 然后凭借天生的低重心 整个车身的动态反应又非常的灵活 很可控 所以你会发现当奔驰这样一个传统车系 一个传统的豪华品牌 认真去做一台纯电动车型的时候 它所做出来的质感 还是要比很多的新势力品牌车型更好一些 那具体好在哪 我觉得抛开动力基础 在操控性 在底盘的行驶 质感这些方面 奔驰都要表现得更老道一些 同时也因为它的车厢内部很安静 所以提升了这台车在行驶状态下的高级感 那另外这台4MATIC四驱版本车型 也是增加了越野的驾驶模式 在越野模式下 通过空气悬架对于底盘的升高 还有前后双电机的扭矩调配 也能够让这台车在行走烂路的时候 做到如履平地 所以一台豪华纯电SUV的能力体现 我觉得除了充足的动力储备之外 它开起来的那份从容 和后排乘客坐上去的舒适体验 也都非常重要 那在这两个方面 这台奔驰的EQSSUV 做的确实还不错 只不过在众多的新势力品牌车型面前 我们能够预见到的这台车可能的价格 会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那么在它正式上市之前 也欢迎大家在屏幕下方的留言区 开启一波新的价格猜想 好了那以上就是这一期 抢先试驾的全部内容 更多真实专业的汽车内容 高效的选车服务 尽在懂车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